12.5公尺 12.5公尺 12.5公里 嗨大家 我們今天出現在室內 就是有個特別計畫要執行 我們這次特別幫你 在12月26號 報名了一場路跑賽 蛤 而且這場路跑賽呢 特別幫你挑選過了 只有12.5公里 所以對你來講應該輕而易舉 應該OK吧 我看你最近腳踏車騎這麼多 就是體能、肌力各方面都進步了那麼多 而且還帶你去按摩 應該OK啦 三馬之四 那等一下我們會幫你在室內 先進行一下跑步機的特訊 因為呢 如果現在直接帶你去外面跑步 我擔心你第一個 跑步姿勢不良會受傷 第二個就是 你體重比較重 如果90公里你說跑不動 要叫我背你回來 很坎喔 不會坎 直接叫我車子幫我載就好了 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就現在室內做一下 跑步機的特訊 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 開始吧 你看 這是Eat Sleep 所以Running應該化掉吧 我平常根本就沒有在Running啊 現在老闆他 製作主張在那邊幫我報名 我根本就不喜歡跑步 平常要我打籃球什麼 打全場都沒問題 體育課只要叫我跑步 我一定裝肚子痛 或者是那些直接選假 怎麼可能嘛 跑步很痛苦耶 OK我們準備好了 你看這一次我為了你的室內訓練 還搬了一台這麼大台的跑步機到現場 這麼好喔 這台呢 是所有的F65跑步機 我覺得它在家裡運用非常夠用 而且你的體重多少 現在89 90就是90 這邊89 跟你講這台跑步機 最大承重可以到160公斤 兩個你 兩個你不行 兩個你不行 一個半還OK 好那我們就來上跑步機吧 開始我們的跑姿訓練 這次我幫他規劃的訓練呢 我們會先在跑步機上做一系列的跑姿訓練 因為像他這樣90公斤的體重 直接跑在路上 對他來講可能膝蓋的負擔會很大 而且外面天氣又比較熱的情況下 他可能跑一下就覺得 噢不想跑 所以今天我特地幫他找了一個室內的場館 而且冷氣全開的情況下 他已經沒有理由可以說他跑不下去 那透過跑步機呢 用鋁帶的這個帶領之下 他的肌肉負擔會比較小 我們先在這個跑步機上 做一些跑姿的訓練 調整之後呢 我們再讓他跑一個持續的15分鐘跑走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跑走不停下來的情況 讓他慢慢的去適應這個心肺功能的負擔 那透過這樣的訓練 相信在接下來12.5公里的挑戰 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我們就開始吧 算了你才跑600公尺 下來下來下來 不行了 那動作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講下去 我沒跑夠耶 我先跑給你看好了 在跑步機上啊 比跟外面跑步最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是被鋁帶帶著跑 所以你腳在往前進的這個同時 承受這個下衝的壓力是比較小的 好 我們把它調到時速9 那跑的時候像剛剛風低的時候 比較大的問題啊 第一個就是他容易沈下來 所以重心就會往下 那這個時候腳往前的力量 就有點像坐著跑 所以記得 時間把重心拉高 第二個是大腿啊 都是往前 抬大腿這個動作出力就好 其他時候保持放鬆一點 那腳啊就會呈現一個 大腿帶著小腿往前跑的動作 那這樣跑起來會是比較輕鬆的狀態 不然他剛剛會有點像這樣 後勾很多 腳往前抬就很慢 頻率就會很慢 所以大腿往前 小腿自動跟上就好 接下來講到擺手的部分 這上面擺手的時候啊 他剛剛會有點太刻意前後擺 但其實速度不快的情況下 你擺這麼刻意 其實是會更疲勞的 所以手往後推 保持一個大概45度往後的狀態 那這樣跑起來啊 是比較輕鬆的狀態 上半身也會保持穩定 那動作在正面看起來 如果你的擺手有幫忙的話 上半身的平衡 就會達到很重要的狀態 如果你的上半身平衡不好 就是擺手沒有幫忙 就會開始左右旋轉 所以手往斜後方45度擺 那往前的時候保持放鬆 手往後抬 往後抬 那這個時候狀態啊 就會讓上半身盡量維持到一個 動態的平衡狀態 那落腳的位置呢 剛剛講到就是大概在身體重心 往前一個腳的位置落腳 但是這個落腳的位置跑起來 比較不會有跨很大步的狀態 那動作上啊 會看起來比較流暢 可以達到屁股中心往前 但又不會達到往前 實際上就是跨很遠 那正常來講 小步一點 落在身體下方 保持一個比較良好的不平節奏 這台跑步機的跑道還滿寬的耶 我覺得在居家的場合啊 如果跑道太窄 對於剛開始跑步的跑者可能會 控制性沒那麼好 會左右便宜 所以選一個跑道還算適中的跑步機 對於初學者的跑者來講 我覺得算蠻重要的 今天來幫大家開箱這台 索爾F65跑步機 它算是一個在居家上面 非常夠用的一個等級 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跑步機有什麼特點吧 首先它搭載了 7.5吋的質感白光LCD 液晶螢幕 讓你在跑步當中可以 隨時的看到你目前的速度、坡度 甚至是心率狀態 更能掌握你的運動資訊 它也搭載了3.25 HP 的強勁馬力 在這台跑步機上 最快可以達到時速18公里的配速 在跑者當中 要搭配衝刺的練習也是沒問題的喔 F65也搭載了超寬跑步面積 除了56公分乘以152公分的寬廣跑帶面積之外 跑板更可以承受高達150公斤的重量 這台跑步機也搭載了15段的坡步揚身角度 從平面路跑到越野登山 都可以有效的鍛鍊你的下肢肌力 跑步機也搭載了手動與自定的模式 讓你在訓練中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所有也支援了ZWIFT線上訓練競賽 可以及時跟朋友同步運動成果 讓你的運動更有活力 也支援運動數據同步Apple健康 以及Google Fit App 讓你輕鬆記錄個人的運動數據 那這台跑步機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也就是它搭載了兩段式的油壓 可以安全的收折 讓你空間的運用更加靈活 它也搭載了獨家6組的懸浮避震系統 提供你在跑步時跳水板式的彈性回饋 減少40%的下肢關節衝擊力 完成訓練 今天四五分鐘輕輕鬆鬆吧 沒有輕輕鬆鬆 我覺得我對後面的比賽一點信心都沒有 可是比賽我們大概還有兩週的時間 我覺得可以啦 反正兩週的時間你就每天還跑步機 然後因為還有腳踏車計畫 就早上跑然後下午騎 我相信你跑12.5K應該是沒問題的 那我們到時候如果你有12.5K挑戰失敗 我們會給你一個終極大懲罰 我現在想到就覺得 都覺得嘎倫順 到底又要幹嘛 期待我們下一支影片 到時候我們下一支影片 就來實際的記錄 風力鎖12.5K的賽事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人梁哲瑞 我是CM 風力鎖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12.5K挑戰即將來臨 不要我不要去了 掰掰 大根基因此 你會不會有任何東西 關鍵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